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声叹气也是很久了 对吧 是感觉有点耽误了 我本来也自以为自己就是气质比较忧郁 然后我确诊的过程也很简单 医生就是直接让我去做题 就是那种测试问表 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做题的时候 感觉自己不想得高分 我都知道那个答案分高 我不敢选 我怕得个满分直接安排住院 然后那些问题有的也很吓人 比如他有一个表啊 就问我最近是否经历了以下事件 有父母重病重伤 本人重病重伤 本人破产 本人坐牢 基本上就是人世间所有的悲剧 你知道吗 都在上面了 然后我就一直选否 否 否 否到后边我都有点心虚了 我说我在这儿是不是有点 无病呻吟了呀 最后我终于看到一个选项 离异 给我高兴坏了 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高兴 看到这两个字 我感觉你就 我离异了 我离异了 宁静老师 我也离了 对 然后护士过来就跟我说 你这个如果不是一年以内发生的事 不算 所以最后整个表我写下来 就选了一个搬家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选项 我就感觉我也没搬太远呀 就同一个街道 要不我搬回去 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 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我感觉来看病的 绝大部分都是女性 男的很少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男人 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情绪问题 就我们觉得男人好像应该强大 对吧 应该帮助别人 所以现在造成好像男的有一个毛病 就是在别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 硬帮助人家 对吧 在飞机上 硬要给女的抬行李 其实还没有人家个儿高 有次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是吧 我说王勉 杨丽够得着 你知道 抑郁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 它会让我失去行动力 就有时候就只能躺着 什么都不想做 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我这人很懒 但你知道懒跟抑郁是有区别的 就懒人他躺着的时候 脸上有笑容 明白吗 所以区分懒跟抑郁很简单 你就跟躺着那人说一句 起来吃饭 懒人蹭就起来了 是吧 满脸笑然后在吃什么 然后依依的感觉就像 你的脑海里 住了一个毅力镜 太早了 就我每天一起床 你知道吧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意义吗 我说 你觉得你是个有价值的人吗 然后我说 要不我再睡会儿 真的不管我干什么 他都会在那问 你觉得你做的事有意义吗 你有想过失败的后果吗 我说我就想洗个衣服啊 包括现在 他都在问我 还讲段子呢 你还记得你有一个广告吗 有机生活的倡导者 经典有机奶 你忘了吗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你不惊讶吗 其实说实话 我选择聊这个抑郁这个话题 我也犹豫了很久 因为一开始我就发现 很多没有抑郁的人在装抑郁 而真有抑郁的人又在装没事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病 所以我就想通过一些段子 让大家重视抑郁这件事 但说实话我也很害怕 就是害怕看到大家这种 对你这种眼神 你知道吗 害怕自己从此被贴上一个抑郁的标签 但是我又一想 这一期本来就是要讨论心理问题 对吧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聊自己的心理问题 结果到现在我就发现 好像只有我真的在聊自己的心理问题 他们这一个个的 就逗逗 那么帅了 还外貌焦虑 我的天哪 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觉得心理健康这个题目 到头来就是只忽悠了我一个人 我在这给你们展示我的脆弱 是吧 我现在觉得我不是抑郁 我就是傻 但说实话 确诊了之后 我整个人还是放松了很多 就是我开始明白 我脑海里那些负面的东西呢 它不是我 当然也不是毅力镜 它是一种病 所以那天回去 我整个人就开心了一些 放松了 同事也会问我 我说你怎么有点开心 我说因为我有病 谢谢大家说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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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